付不出黨工薪水而關門 那諷刺說呢 這些想要初選的人 有人真的關心過黨嗎 那許小新隨後呢 也在晚間開了直播宣布 要捐出二十萬 還特別說是要響應 秦惠珠的號召 是不是對此要來回擊秦惠珠呢 馬上來聽一下秦惠珠的最新回應 我覺得很多人都跟我表達 要捐款給黨部 傳訊息或打電話來 我都很感動 也都覺得非常好 那就請他們去把這個錢捐給黨部 但我覺得我提這個問題是 請大家注意黨部的危機 跟永續經營的困難 也不是要辦一個捐款大賽 我說一哭二鬧三上吊 這句話是一個民間俗語 它是在晚興到民國初年的小說 當中就出現了 意思是形容一個人 灑坡灑嬌 另外一個比較相近的形容詞叫死纏爛打 所以這是一個民間的俗語 請大家去查一查詞點 如果不了解的話 可以去找一找詞點當中的說明 好可以聽到秦慧珠除了是說希望說這是大家都為黨而付出不是辦一個捐款大賽 另外他也針對前一天他因為罵了許巧心又哭又鬧之後引發討論的事情 再次澄清說當時說的這個一哭二鬧三上吊只是一個禮語 還意有所指的說如果不懂的人希望可以回去查典故 另外也針對昨天在國民黨中場會遭到連勝文暗奉說不說話沒有人把你當啞巴 秦慧珠也要求他應該要道歉 因為他說這是對生障者的歧視 以上就是現在要掌握到的最新狀況